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在朝鲜半岛的情势 金正恩如果跟美国的 总统特朗普谈不通 那么跟谁谈得通呢 跟普京 网约洛斯行不行 昨天全媒体大开讲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关注到 因为朝中社他们自己 昨天的时候才发出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证实大家 这个金正恩真的要去俄罗斯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一个暖身 因为明天金正恩才跟普京见面 但今天实在太多热点了 大家要抢先看 金正恩在今天首次造访了俄罗斯 他先停到哪里 先停到哈桑站 然后再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 重头戏就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25号的时候两个人将会会晤 金正恩表示说要谈的是 朝鲜半岛的一些问题 交换一下意见 来看看 金正恩乘坐的专列 24号上午10点40分 穿过俄朝边界的图门江大桥 进入俄罗斯境内 并在哈桑站停车 金正恩在哈桑会晤了 俄罗斯远东与北极发展部部长 科斯洛夫 金正恩在接受 俄罗斯媒体访问时表示 相信此次朝俄对话 有望为稳定管控地区局势 发挥积极作用 并称他这次到访俄罗斯 是朝俄双边关系发展的起步 不会是最后一步 金正恩之后在城上专列 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 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 专列大约在当地时间 下午6点抵达 金正恩与前来迎接的 罗斯官员握手问候 并短暂交谈 俄方在火车站外面 为金正恩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 金正恩与俄方官员 一同检阅仪仗队 金正恩将于25号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会晤 举行单独会谈和扩大会谈 预计两人可能在会晤期间 提出重启六方会谈 讨论半岛无核化 以及扩大双边经济合作等议题 朝鲜官媒也发布画面 显示金正恩24号凌晨 陈专列启程出访俄罗斯 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金平海 吴秀荣 外务相李永浩 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 外务省第一副相 崔善基等人陪同出访 范围市综合报道 好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的是 本台特派记者 卢宇光了解更多 宇光你好 对 我看到宇光 夜色已经比较重了 你好 王丰 在这次抵达现场 有哪些细节值得把握 包括现在已经抵达当地两个小时了 有没有些消息传出 是的 我们现在还是在 乌兰迪瓦斯托克的火车站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金正恩今天抵达 乌兰迪瓦斯托克之后 状态非常好 特别是他火车刚刚停下来 他的保镖还没有停稳 你就冲上去就赶紧插那个扶手 而且金正恩通过这个VIP那个通道 从记者右侧的这个方向 来到广场的时候 包括俄罗斯副外长 墨尔古洛夫等等的一些官员 包括还有80后的俄罗斯 北极和远东发展部部长 克斯洛夫等等 都与金正恩在这个 检阅这个简单的 这个仪仗队的仪式之后 很开心就上车就走了 我们当时也是在现场 也是看到这么一个俄朝领导人 特别是朝鲜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弗拉迪巴斯托克 这种非常愉快的心情 因为他老爹81年曾经访问过哈桑 那么今天他的第一站到哈桑之后 他首先来到了他老爹当年访问哈桑时的 待过的一个小屋 这个小屋被俄罗斯人称之为俄朝友谊小屋 那么应该来说 特别是在明天 那当然了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还没有飞抵弗拉迪巴斯托克 他是今天晚上从圣皮德堡 飞往这个弗拉迪巴斯托克 然后明天上午呢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这个当总统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看看普京这两天的行程 昨天在彼德堡 今天参加一个船的仪式 然后明天要飞到弗拉迪巴斯托克 谈完之后 他又要26号的一早又要飞往北京 参加一带一路的北京峰会 所以呢 金正恩这次访问乌拉迪巴斯托克 他的行程应该是非常的轻松 因为普京走了以后 他就一个人在这 他要逛一逛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然后还要逛一逛他的爷爷 金日成当年苏联远东军区 88旅在乌拉迪巴斯托克的一个 南营的这么一个纪念馆 然后呢 当时的时候金正恩的爷爷 是远东军区88旅 第一营的营长 当然了 那个旅长是中国的周宝中 主播 好 谢谢雨光 谢谢雨光 我们刚刚听雨光在叙述的时候 他觉得这件事情呢 在当地也是一个喜事 对乃金姐我们怎么看 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去曝光 跟公布的一些行程当中 我们到底能够先观察到什么呢 这个首先呢 这个金正恩 他真的好像他祖父 对 就是整个的造型 然后样子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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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的祖父 然后这次对于俄朝两国关系来讲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他已经多次 起码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多次的邀请金正恩呢 到这个俄罗斯去 但是呢 到俄罗斯去 但是他都没有去 那今年的时间点上呢 非常的特别 在这个河内的峰会破局之后 每次河内的峰会破局 然后朝鲜呢 开了非常重要的会议 现在呢 金正恩呢 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 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状态之下 然后他到这个俄罗斯去访问 然后不到这个莫斯科 而是到这个弗拉迪洛斯托克 因为台湾翻译成海参威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讲得很不顺 所以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六方会谈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美国呢 非常的强硬 在有关于对朝鲜谈判的时候呢 谈的就是要一步到位的这种大交易 去和大交易的情形之下 朝鲜呢 他在这个 他在有关于解除这个制裁方面呢 其实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那所以呢 当然在这个外交上面呢 就希望呢 有老大哥能够这个支撑 有关于经济合作 还有这个制裁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 就是明天这个重头戏 就是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会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去会见到访的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那么根据这个当地的媒体就报道了 说这次他们的会面呢 会在当地的一所大学进行 而且呢 当地有不少的民众呀 都对金正恩的到访表示欢迎 俄媒报道 两人将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远东联邦大学内的体育馆会面 现场有安保人员检查 进入校园的车辆 除了有报道称 看到公园运送家具到体育馆外 有学生表示 虽然全校仍然是正常上课 但是这座橙色和灰色 内设音乐厅和游泳池的体育场馆 已经关闭 并进攻公众使用 当地不少民众 都对金正恩到访表示欢迎 认为是时候让两人会面 商讨一系列国际问题 在南韩国内设计 我对金正恩的设计 相关于她的领导 她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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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她的领导 他们有核武器 所以他们都不断 变得不断 见对金正恩的领导 很久不断 在南韩国内的领导 是我们的相似 和他相似的相似 必须要改善 是會拿的 鳳凰衛序 綜合報導 今天這個話題 余光兄在前線持續守住 在這個節目的運行過程當中 跟我們有話繼續講 所以余光兄其實我們要了解一下 俄羅斯它的準備行程 對 到底如何 因為我們知道媒體之前 也做了很多報導 但您說了算 這個俄羅斯方面怎麼準備 還有輿論它怎麼評價 是的 那麼俄羅斯這一次 對金正恩的訪問 是準備得相當的充分 我們回憶一下 在去年9月份的時候 金正恩當時是兩國的外長 包括高層都談好 準備出席9月16號的 烏拉蒂瓦斯托克的 東方經濟論壇 這是去年 最後呢 金正恩就是放了鴿子了 給俄羅斯也沒來 今年呢 俄羅斯 包括俄羅斯上院主席馬特里恩科 以及下院的第一副主席 還有俄羅斯的議會代表團等等 都訪問了平壤 平壤呢 也向俄羅斯提出 準備購買這個俄羅斯的 中短層的客機 以及俄羅斯也是按照 這個聯合國安理會的有關 人道主義救助的這個計劃呢 向這個朝鮮運送了800萬噸的小麥 而且呢 分兩次完成 應該來說 這次金正恩的訪問 俄羅斯呢 應該來是相當的成熟 特別是金正恩與美國特朗普 在河內沒有什麼談判進展的時候 他轉向了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人並不感到特別的開心 因為在這之前呢 金正恩見了這個特朗普 見了中國領導人 還有其他的這個等等 俄羅斯就剩下這個沒有見俄羅斯的領導人 和日本的領導人 所以俄羅斯這次對金正恩的訪問 有很多的媒體評述 這也是政治上的作秀 應該來說 雙方在這個有關 炒核問題 有關經濟合作 不會談出更大的這種新的問題來 因為 朝鮮主要看俄羅斯給它 以什麼樣的援助 俄羅斯方面 主要是想擴大西伯利亞鐵路 在朝鮮半島的運行 直接通到南韓 這已經是十年前談的計劃 其次呢 俄羅斯對朝鮮的 目前經濟的發展的推動 也沒有很大的這種力量 因為本身就是在制裁狀態之下 然後呢 朝鮮一直是使用 哈桑地區輸送區的這種電力 然後給俄羅斯都是明太瑜 那麼據說這次 如果是朝鮮購買俄羅斯的 這個中短程的客機的話 朝鮮還是希望通過俄羅斯的貸款來購買 或者是易貨貿易 給俄羅斯以什麼樣的一種易貨貿易的補償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的項目 就是俄羅斯在清津港租用了4號的 小麥碼頭的轉運地 這是準備往南韓進行轉運的 但是這個協議呢 到明年底就要到時間了 所以繼續簽與不簽 雙方都是可能是在商談之中 應該來看到 金正恩這次帶了230人的這種代表團 俄羅斯也準備了三個副總理 和多個部長要跟他談 我想呢 經濟合作對金正恩來講 他是訪問俄羅斯第一目的 俄羅斯來說呢 就是在朝鮮問題上要有發言權 好 謝謝 主播 還是經濟 對 謝謝宇光 有媒體說秀的成分比較大 唱衰 這次會沒結果 不過回來之後我們得先看看 他們談的這些議題當中 哪一些有難點 哪一些可能突破 回來之後繼續花席獎 全媒體大開講 全方位視聽盛宴等你來開啟 拿起手機 掃碼關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課負端獲取台節目後一手資訊 打開微信搖搖進入電視識別功能 對著電視搖搖手機 探索互動新玩法 亮出你的獨家觀點 我們有話一起講 好 歡迎回來 普京和金正恩的首度會面 即將在當地時間25號登場了 其實截至目前大家看到 無論是金正恩的反額形成 還是雙方的一些焦點議題 透露的比較少 都像擠牙膏一樣 慢慢地擠出來 我們來看一看截至目前 書裡道的各方消息 到底在25號 雙方要談什麼 第一點 談的是 當然朝鮮半島的問題 根據日本媒體 引述了俄羅斯的一位高級官員說 普京考慮在和金正恩會面的時候 要重新提出 要啟動 停止多時的六方會談 報導說 俄羅斯方面 已經向中美兩國通報了 說有意要提出這個建議 我們知道六方會談 早在2009年 朝鮮宣佈退出之後 就一直沒有復會 那麼在普京看來 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 可以重新地去提振 莫斯科在朝鮮半島參與的一個角色感 那麼另外第二個要談什麼呢 談經濟援助 因為我們知道 朝鮮受到聯合國制裁的影響 朝鮮和俄羅斯的貿易量 大幅減少了超過五成 目前朝鮮的外匯 糧食 還有水油儲備也陷入困局 所以這個時候 金正恩要來 要一點經濟援助 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在短期之內朝鮮 可能沒有辦法得到解除制裁機會 但相信俄朝雙方 依然會就加強經濟合作 要進行磋商 預料俄羅斯的天然氣 將會是其中的一個重點議題 第三個方面要談什麼呢 談的是朝鮮的勞工 怎麼樣在俄羅斯繼續工作 那我們知道長期以來 在俄羅斯工作的這些朝鮮勞工 是朝鮮重要外匯收入的來源 但是17年 聯合國收緊了對朝鮮制裁之後 大量的朝鮮勞工就被遣返了 在俄羅斯工作的這些朝鮮勞工的人數 也是急劇下降 因此兩個人得在目前制裁的局面之下 討論如何確保朝鮮工人 能夠繼續在俄羅斯工作下去 第四個方面要關注什麼呢 關注的是剛剛 宇光大哥也說了 買飛機的事情 朝鮮要買俄羅斯的飛機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朝鮮用的飛機 幾乎還都是來自於俄羅斯 但其中都是前蘇聯時代的一些旧式飛機了 不能夠按照目前的國際環境 或者國際標準來行駛了 那麼專家指出說金正恩這次反而 他的象徵性也很大 想放一個嗜號信號彈給美國 告訴美國說 其實我有很多選項 你美國並不是我朝鮮唯一的選項 謝謝王峰 我們到目前為止的輿論上面有很多的一個烘托 這個宇光呢持續在佛拉底沃斯托克 我們也跟他再繼續聊 到底這一次在俄羅斯這裡 在地的一個觀察和掌握來說 金正恩跟普京的這個會面 這個兩邊呢 到底對彼此重要的一個訴求是什麼 就他們在談的時候有一個底線嘛 那個牛肉到底在哪裡 當然要發握的聲明 是要發握很強的聲明 那是一方面的解讀 看到是美方的声音 我就说刚才我也重复 我们说到目前外边围观的 一些舆论的分析的声音 对不对 余光在弗拉迪沃斯多克 对 要问他到底在俄罗斯方面 他的信息掌握 这一方面是美国的声音 对彼此两人会面 他一定要得到一些东西 那可能是什么呢 对彼此诉求到底是什么 余光 是的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有关重启六方会谈的这种话题 我觉得还是概率比较小 我个人认为 特别是俄罗斯外长拉布洛夫 也多次强调 有关朝鲜问题的 目前的解决方式 主要是有一个线路图 这个线路图 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一直推进的这种线路图 包括两个双展厅 美国和南韩停止军事演习 朝鲜停止发射导弹等等 应该来说 特别是在俄罗斯 在朝鲜问题上的这种失落感 也是相当的重 因为这几年来 朝鲜一直将俄罗斯 在解决朝鲜问题上 一直都是比较冷落它 但是我个人认为 此次今天访问俄罗斯 双方领导人可能会谈到有关 推动朝鲜 特别是制裁情况下的 这种经济上的合作 其次俄罗斯还是要坚持 就是说有关对朝鲜等国家的这种制裁 一定要在联合国倡导下 联合国的框架内呢 才能实施 那么违反安理会的这种裁决的决议 这都是单边主义的这种行为 我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金智恩 要商谈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加强东北亚地区的这种稳定 这也就涉及到朝核问题 此前呢有很多的媒体说 朝鲜的核飞料的有关转移到俄罗斯的问题 我倒没这么认为 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洛伊亚 对这个也是进行否定 但是呢和平利用核能 这都可能是未来朝鲜放弃核实验 放弃核导弹 放弃这种敌对的这种态势下 所要推进的这种能源的 解决方案 其次呢包括俄罗斯向朝鲜输送电力 俄罗斯通过这个码头 向朝鲜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这些东西呢 目前也都是在做 还有一点呢刚才您谈到的 就是说移民问题 特别是劳动的这种移民 这也是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下 所规定的 安理会的决议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包括每个国家在2019年年底 到2020年前是禁止朝鲜的劳务人员 在这些国家进行务工 俄罗斯执行的相当的不错 目前在滨海边疆区 以前都达到了五万多人 目前也就剩下了七八千人 应该来说这个力度还是相当的大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呢就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金正恩加强 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相当重要的 好我们先谢谢雨光兄 明显现在有很多的观察 反正在节目中 他把他的这个观察来说 我们看我们注意到天黑的很快 对 之前在上一节的时候 还是天亮亮的 但现在因为当地 就差我们两个小时 快我们两个小时 所以当地是八点半 而且当地的气温比较凉 所以现在离他们明天这个会晤 越来越近了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这一次 这个金正恩访问这个俄罗斯 是自2011年以来 他成为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 以来的首次访问 所以这次也是自然牵动了 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神经 而且我们回看这个历史 会发现朝鲜和俄罗斯 还有前苏联之间的这个关系 一直都是颇为亲密的 在这个1949年的3月份 朝鲜已辜最高领导人金玉成 在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年 首度访问苏联 并且与苏联是签署了 经济文化合作协定 奠定了两国间合作的一个基础 那么今年也正好是金日成 首访苏联的70周年 那么他的接班人金正日 访和的次数是更多的 除了在这个1957年 1959年 还有1984年 陪同父亲金日成 三次访问苏联 金正日更是在这个上任之后 先后三次出访俄罗斯 那么他在2001年的首访 来回是整整花了24天的时间 也是凸显了这个金正日 想重建朝俄关系的一个诚意 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这几次的访俄之行 和两次非正式到访中国 金正日是未在迈出过门一步 那么朝鲜劳动党机关报 《劳动新闻》 早前也是发文强调了 朝俄亲密的关系 那么文章就指出了说 俄罗斯是与朝鲜接壤的邻邦 那么朝俄关系 也是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两国就有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压力 维护国家主权的共同目的 美姐 你看 这关系挺好的 你觉得金正恩能不能延续之前 像他父亲祖父一样 反而的一些成绩 这一次谈出成果 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而已 第一个金正恩真的跟他祖父很像 很像 戴个帽子什么的都很像 时代不一样了 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苏维埃嘛 共产国际当然是在苏联嘛 但就朝鲜永和这件事情来讲 他是违背中国和俄罗斯利益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在刚刚掌权的时候 他就曾经去说服过金正日 就是要放弃往这个核的道路上面走 所以前提是第一个 朝鲜永和这件事情 是违反中国和俄罗斯利益的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的时候 的力度是明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到底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这其实完全就是要看 普京大帝他要如何地去操盘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六方会谈 是普京所提出来的话 他就有他的成的机会是大 我们都知道这个六方会谈 是当初这个美国找上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从这个三方四方 然后破大成这个六方会谈 那为什么我说 如果说是普京主动提的 然后他就有成的可能 在于是说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们想要抓着这个 对朝鲜谈判的这个权力在手上 所以他强调就是美朝美朝双边 所以他不把这个权力 放出去给其他的这个国家 然后呢这个特朗普呢 也常常在有关于 对于中国的态度 或什么 他常常拿把朝鲜牌拿出来用 那但是呢 这个特朗普呢 对于和普京见面呢 是有高度十大兴趣的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普京总统呢 他提出来就是要恢复这个 六方会谈的话 因为他能会上钩的人 是这个特朗普 所以他会从这工作阶层上面呢 再往前推动 那这个也是代表着这个普京总统呢 他在对于整个地区性的主导权上面的 强烈的企图性 大家不要忘了 伊朗核协议当初呢 美国国务卿是快 是谈崩的 是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呢 又谈回来 所以在伊朗核协议的 这个成功的部分上面呢 俄罗斯是扮演关键角色的 我们再来看关键角色 大家出了大戏要看 明天上午啊 他们之后的一些会面的情况 好 话题关注到这里 稍后休息之后呢 我们下一节的热度呢 要来看台湾的政局 都说呢 现在大家台湾的政情 越来越热了 因为大家都在看 在韩国瑜的声明之后 国民党到底派谁出征2020大选呢 稍后回来有话继续讲 我们有话一起讲 好 但是台湾的政治情势呢 最近是越来越热 一直到今天星期三 星期二的时候 大家关心呢 高雄市长韩国瑜他表示 到底要不要选2020 我要发声明 大家都在等 然后说完了之后呢 其实这一段话呢 我们要再来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讲完之后 我们再看到今天 连锁反应有哪些 我愿意负起责任 既个人得私荣辱 只愿能够改变台湾 对于中国国民党 2020年总统大选 此时此刻 我没有办法参加 现行制度的初选 长久以来 政治权贵 热衷于密室协商 已经离人民 越来越遥远 台湾的政治改革 已经刻不容缓 希望国民党内的高层 能够体察民意 关注社会脉动 重视庶民经济 勿望世上古人多 其实这番表态呢 在台湾一时激起千层了 各位都在看 国民党中央会有什么样的对策 那国民党今天下午就召开了 中商会决定 针对2020初选提名 要修订一个特别办法 把韩国瑜纳入初选当中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说 国民党在会中确认 将韩国瑜纳入全民调PK 后续将会征兆最强者 此举被外界视为说 为韩国瑜参选2020 一个解套的做法 此外在会场上 大家看很多人 这个就是韩粉 要求韩国瑜 要求国民党什么 暂停初选 征兆韩国瑜 我觉得这个太多评论 我们要直接来听乃琴姐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太多评论了 我就想大家说 这个国民党 自己是有一套初选办法 但好像为了韩国瑜 一直在创新办法 看看还有没有一些新招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国民党中常会的这些情势 韩国瑜到底 现在跟国民党的关系 会怎么样 韩国瑜跟国民党的关系 会怎么样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韩国瑜过去的时候 在他去美国之前的时候 他其实对于 要不要参选2020 他其实态度是 比较谦虚的 比较低调的 就是说 有人出来参选的话 他一定全力地 辅选等等 他对高中市民有承诺 然后在郭台铭这个大咖出来之后 后来各种的消息 各种的消息就盛传 而且他人还没有回到台湾 那他就回来了之后 他在过程中就讲了一些 比较意气用事的话 那我觉得今天呢 他这个就是结套 就是韩国瑜 我觉得韩国瑜他是这样 他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整个的情绪呢 被撩起来了 他在这个很多地方 这个造势的时候 感觉起来好像是 好像国民党 不是 感觉好像 国民党回到了新中会 同盟会 要号召这个乔包 回来明年1月11号 投票的感觉 人是会变的 就是说人在这个 选上高雄市长之前 还有在选上高雄市长的过程 的初期的时候呢 韩国瑜 我觉得没有那样子的感受 就觉得说 他非得选2020不可 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韩粉太激动了 韩粉太激烈了 就好像就是非韩国瑜不可 所以今天这个 国民党中常会的 这样子的方法 当然是替大家就解套了嘛 因为韩国瑜他不能不愿意 也不会去参加这个初选 他怎么初选呢 他要怎么去面对 他要怎么去面对 高雄市的这个总质群 他怎么要去面对 高雄市的选民呢 所以那现在呢 既然都是用这个民调 而且是在他的总质群 6月5号结束之后 大家再来一起做民调 那就是大家就在民调上 拼个高低嘛 就这么回事 所有兴趣的人 通通抓来 抓来做一个民调 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就全媒体大开讲的 观众朋友 一直很想听我们来说 就说这有个细节啊 韩国瑜在发声明之前 他的妻子 这个佳芬女士 李佳芬女士 她说了一句话 不是媒体独访她 说这个背后遭人开枪 那留给外界很多的想象 我觉得人就是 这是真诚吗 背后被开枪的感觉 真的很不舒服 到底谁开枪啊 这个李佳芬的话 外界解读说 是指的是台湾的前领导人 马英九和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等人在暗中运作 趁着韩国瑜在美国 就鼓励郭台铭参选 那吴敦毅表示说 这一切都是公开正常的 并且呼吁韩国瑜 加入党内初选 没有一个人有开过他的枪 没有这些事 一切都是公开公正的 没有什么权贵不权贵的问题 好我们都不知道权贵是谁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上 对于台湾政情关注 其实也在做我们的网友服务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留言 好我们给大家看 台湾的脸书 立刻有网友做了一张这个表 还让大家在网络上面来看 就说到底谁背后开枪打鱼 谁打鱼 我们仔细来看 他再放了五个头像 放了吴敦毅 放了郭台铭 放了朱立伦 放了王金平 放了马英九 你看吴敦毅就说 出现15种初选版本 初选 征召都是问号 还是被动初选 那郭台铭再次强调 他把他写马祖托梦 然后朱立伦就说 征召韩国瑜参加初选 问号 这是找韩国瑜的麻烦 王金平说 民调转化 选票仍有距离 马英九说 郭台铭初选 乐观其成 韩国瑜主动参选 有困难 戴云姐 您相信这种开枪论 谁在开枪 您觉得 我觉得他们太沉不住气了 而且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国民党已经在野了 谁有权 没有人有权 贵是有 很多人很有钱 那关键就在于是说 因为这个韩国瑜 他们离开党中央也很久了 然后呢 这个加分呢 他们对于这个 他们在对于 在过去 但他们在美国期间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跟党中央之间 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管道 然后媒体呢 就捕风捉影 讲一个弄一个呢 就弄出来 所以我刚才讲的重点就是 他们在美国期间的时候 他们那种想要参选的情绪 被挑起来了 事实上之前的时候呢 吴敦毅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要帮韩国瑜解套 因为他不可能初选的嘛 但是呢 既然有初选的这个制度 你不照着初选的走 你对于其他人来讲 是不公平的 那关键就在于是说 我觉得这个 不是什么权贵这些问题 这个要出来参选的人 叫做郭台铭 他是郭台铭 他是郭董 他做任何的决策 当然就是他自己就是做了决策 他当初这么的挺马英九 那所以呢 他要参选的时候呢 他去确认一下 就说马英九 你要不要继续选 你没有继续选的话 出来参选 真心下一件 有什么不对呢 那马英九呢 就说鼓励有意愿要参选的人 出来参选有什么不对呢 然后呢 他找上了这个好龙斌 好龙斌 当时是公开的鼓励郭台铭要代表 要出来参选的 所以说他找了这个好龙斌 好龙斌帮他联系这个党中央 做一些的安排 这有什么不对呢 没有什么权贵密室协商 就是说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太离谱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在于是说 是因为韩国瑜心动了 是因为李嘉芬心动了 他们想要选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在他没有办法参加初选的情况之下 而且韩国瑜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初选呢 依照过去的这个规定来讲 他应该要有辩论 应该要有这个民调 应该要党员投票 韩国瑜辩论是不行的 韩国瑜对于政策上面的 理解的程度是不够的 那他现在呢 他当然就是希望说 你们最好通通通不要搞了 我直接征召你 直接征召你出来参选 那这对于其他表态的人也不公平啊 而且你为什么不等等 这个民进党推出来什么人 然后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出来 再做决定呢 所以今天中常会就解套了嘛 就说沉不住气嘛 对 所以大家就要问说 你们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大家几个有意参选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来盘点一下好不好 因为呢 尽管昨天这个韩国瑜 正式表示说自己这个没有办法 不会参与这个党内初选 但是各位 其实国民党内的这个初选 早都已经开跑了 就包括了三个人 那就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刚刚说到了郭台铭 他们三位呢都已经表态了 将角逐这个2020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 所以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 最先表态的人是谁呢 最先表态的是朱立伦 在去年12月25号 刚现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呢 随即就宣布了 将争取国民党提名 参加2020年的选举 那么他表示 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 就是2020年为台湾打拼 与国际接轨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呢也在今年的3月7号的时候 正式宣布将会参选 他在当天的这个致辞当中啊 就提到两岸是必须合作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啊 他说是中华儿女本事同根生 同时他还表示 将结合各行各业的力量 展现台湾的生命力 让世界看见台湾 带台湾走向世界 而就在一周之前 我们知道了 台湾首富郭台铭啊 一句这个 妈祖要我出来 表态了他将正式地 掘出这个2020大选 那么4月17号 郭台铭啊 在参拜这个词汇公使 就表示说 妈祖这几天前呢 有跟他脱沫啊 要他用这个妈祖精神 为受难的苦难的这些 老百姓做好事 也要给少年人希望 郭台铭说了 说我一定会照这个 妈祖的指示 而就在昨天 韩国瑜表示 无法参加 限行制度的初选之后 郭台铭就迅速地 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声明了 他说什么呢 呼吁国民党 在初选的这个制度上 开大门 走大路 而这个王金平也发生了 王金平说什么呢 他发表声明表示 对韩国瑜的委屈 是感同身受 我们再来看朱立伦啊 朱立伦他就在 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说 国民党没有任何 内耗的本钱 希望大家要以大局为重 我们谢谢杨子 特别强调 刚才那些杨子所说的 那些照片形象 不是我们自己找的 而是目前在台面上的 这些人呢 他们在台湾的这个脸书上 他们自己选的 一个封印照片跟形象 我那个 我补充一下 这个 刚才那个王金平他讲说 韩国瑜的委屈 他感同身受 是因为呢 是这样 就是说过去呢 王金平呢 他要参选这个 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他其实被很多人黑的 就那时候呢 明明说好了 这个谁要支持他 谁要支持他的 结果呢 就有人呢 就自己跳出来就参选了 就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大佬 所以然后呢 在这个马王政争的时候 这个马英九呢 也是趁着他人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是他为他女儿 举行婚礼的时候呢 在这边突然开记者会 还有他跟这个马英九 在选这个党主席的时候 就是他们背后 有很多的恩怨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 他讲的是这个 他并不是 他说这个 因为佳芬不是讲说 什么背后开枪吗 他说他的委屈 要赶上枪 他讲的是这个 明白他懂 他讲的是这个 不是说什么 他不是说他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 不愿意韩国瑜 纳入民调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到今天 我们来看 韩国瑜讲完话 之后这个民调 这是台湾的ET Today 东森云 他做一个最新民调 今天也成为一个话题 就是国民党2020目前大选的支持度 还有刚刚杨姐也讲的 目前这四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呢支持度26% 领先郭台名 两个百分点 那当然比起来大幅超越前 新美市长朱立伦 和前台湾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大家看着吧 大家怎么想 每个人故事也有了 数据也有了 南希姐看这个选情怎么样 其实我记得还有第五位是不是 张亚中 张亚中 就是张亚中 就是国民党的嘛 他在他现在是孙文学校吧 还是孙文的校长 他也很早就说 他要出来这个参选 那当然还有这个五党籍的 这个卸任的这个行政院长 张善政 那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目前这选情看这数字呢 还是看民意呢 还是说看他们的口号呢 还是听故事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 因为关键就在于是说 到最后 反正现在已经定了嘛 就是等到韩国瑜 市政总执行结束之后 六月五号 高雄市政总执行结束之后呢 大家再来一起做民调 以前依照国民党的这个 初选规定的话 因为你要去民调 民调要花钱的 所以说他们要去交钱的 那今天中常会都已经做出安排啦 就说这个到时候呢 去募款 国民党是没有钱的 国民党没有钱 国民党很惨啊 那个在这个被民党 清算成这个样子 郭台铭多感人啊 一次 两次 就捐了几千万的台币 给这个国民党 那国民党里面有钱的人 只有郭台铭吗 没有啊 国民党很多人很有钱啊 这些人都不拿出来啊 那可是你现在到了 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好 那你在初选 那既然现在已经留了这个办法 就到时候 他们再去募款吧 是不是 去募款啊 然后呢 去做这个 由本党中常委协助进行特别募捐 那就做民调 到时候看民调 大家就拼嘛 拼拼看这个谁能够出现 他有两阶段啦 就第一阶段 如果说有一个人 这胜出的几率很高 就明显的高出所有的人的话 那当然就征召他 那如果说差距在这个5%以内的话 就再做第二阶段 对 其实总觉得 国民党现在是几个人的战争 其实不要忘记了 国民党是一个 现在虽然在野党 但也是体量不小 回来之后 要看一下国民党 到底有哪些的新动作 来 稍后点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刚刚我们一直谈这个就是 竞选者候选人 我们还在聊 对 广告时间还在聊 对 而且我一个问题想问的是 既然说人家韩国瑜不愿意参选 不愿意主动参选 那为什么说 就是说是这个选民们 看选民们怎么看 对 你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回答之前要看 因为国民党现在多热 你知道 都还没有开始悬举 而且刚刚乃津姐也说了 还要等六月的一个时间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花样百出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选民 国民党也在试图打造一个 全新活力的朝气形象 来看看 国民党立委当起临时模特儿 一个个把国民党中央的舞台 变成伸展台活泼走秀 不计形象演出 为的是行销身上的这件新款T恤 和国民党重返执政决心 没有别的 不管谁出来代表国民党 我们只有一个愿望 叫做什么 We should return 我们要重返执政 国民党最落魄的时候 我们透过衣服卖衣来救党 感谢各位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 跟对国民党穿出的认同感 这一次呢我们一样 我们要卖衣来护国民党 国民党在2018年地方选举前夕 推出应有国民党英文缩写KMT的帽T 主打团结 前领导人马英九非常喜欢 常常穿着跑行程 在媒体大量曝光引发讨论 甚至有大陆网友在网络抢购 国民党妇女部趁胜追击 打出2020新口号 这次加上年轻化周边饰品 期盼大选前能见到年轻选票回笼 最重要的是 还是很希望年轻人 能够透过这些年轻的设计 年轻的一些首饰的装带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穿出KMT的风采 然后呢最后我们真的能够重返执政 记者会上改版上衣 被以不同穿搭方式年轻呈现 国民党对于复制模仿穿衣热潮 降低支持者年龄层的做法 相当有信心 凤凰卫视 卢冠飞 陈文堂 台北报道 所以到目前我觉得很多人说 国民党没有韩国瑜可以吗 我们还有一张民调的这个画面 我们继续来看 这张民调就是说 如果韩国瑜他真的就不要参加了 等到2020大选还不要轮到他呢 怎么办呢 在原本支持韩国瑜的受访者中 我们来看到他的意向的一个变化 有4乘1 就转向支持郭台铭支持郭董 1乘6转向支持朱立伦 另外1乘2干脆去投柯文哲 好 所以刚才就是在讲 就是说韩国瑜他就之前的时候 不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初选吗 干嘛还非得征召不可 这就是韩粉 就是说这个除了现在 因为韩国瑜发表那五点声明 就表示他想选了嘛 那这个话呢 那党当然帮他解套 那之前的时候呢 就韩粉非常非常的激情 已经激情到太激动的地步 有很多的这个韩粉呢 只要有任何的 就是像名嘴啦 或任何人分析呢 什么就觉得说韩国瑜不适合出来参选 他应该留在高雄 守住高雄的话 韩粉呢就非常激烈地 要杀他全家啦 要怎么样 韩粉要绝食啊 然后在这个 今天是4月24日 24日 在这个4月27日的时候 本来我不晓他们现在还要不要办 反正党中央已经解套了 4月27日的时候 他们要在高雄办大造事等等 就是除给我韩国瑜其余免谈 所以我觉得从党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2020的大选 无论谁能够当选 当然就是要推出一个最有 最有胜选机会的人嘛 那所以呢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其实吴敦毅 当他决定他不选之后 他没有在什么全眸算计啦 我觉得大家总是把这个吴敦毅 讲的好像就是大内高手或什么 他是大内高手没有错 但是他现在作为党的党主席 他就是要推出一个最有胜选 机会的人 要帮国民党的2020呢 拿回这个政权 所以说那他该做的都做啦 是韩粉太激烈了 韩粉已经有点到疯狂的地步了 对今天网友白洛也说 他现在就是担心韩粉 因为韩粉实在太过于情绪化了 害怕这个适得其反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 咱们国台办是怎么谈 这个两岸的交流的 因为中国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 周三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就表示了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将于6月15号开始 在福建省举办 本届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 继续重点关注 并服务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 安排了大会活动 以及四大板块共33项活动 其中青年交流板块 为台湾青年来大陆 追梦 祝梦 圆梦 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大舞台 十分愉悠 另外呢 马晓光表示 宜兰县长林斯庙16号社团 到江苏参访 并且于18号 与台东县长饶庆林 以及花莲县的代表 社团到上海参访交流 与当地有关方面洽谈合作 为两地机制化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那么马晓光指出 大陆愿意在坚持久而共识的 基础之上 继续与台湾县市 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增进台湾同胞的复制 近日一位做乘务员的母亲 趁着这个列车停靠的半小时 狂奔一公里 只为了再见这个 在外当兵的儿子一眼 在睡觉吗 如果能打过去 我看那一眼 在这儿 他们这里在哪里 就从东北进去啊 小时 我回去 走 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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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吗 所以 你 你 舒服 我告訴各位朋友們 這真是永遠的愛 永遠的放不下 好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再次謝謝乃菁姐 我們明天見了 拜拜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